刚刚我在休息室有一个小朋友临走 拉着我 师父你今天都要讲故事哦 我本来准备不讲故事的 今天要讲家庭讲爱 我还发讲义啊 但是无常啊 好吧 通通讲故事好了 但是各位 不要光听就算了啊 不要做真理的垄断者 就到你这边就塞车了 就像我以前在基督教的时候 我以前到基督教很热心 人家在台北火车站 大热天拿着四个麦克风 神爱你 我找到了 我也就站在那边 赶快啊 接受神的爱 我来信佛出家以后 我的一些教友一天到晚找我 哎呀你这个人背叛了神啊 我说没有 我才需要神的爱 我希望上帝护制我 我要好好的完成上帝对人类的爱 因为佛陀就是上帝劝请来 视线人间成佛的 所以我并没有背弃 因为我说你不了解上帝 所以我想 我们也要用 要这样子的精神 用你的嘴巴 所以我本来讲话很小声的 我这个人下台以后 像一条虫 没什么声音 那是我本来的面目 但是我上台以后 我就要讲得很大声 所以我经常放青蛙 因为这样才会大声 因为佛陀说 你要用狮子吼 什么叫狮子吼 有信心 有力的语气 去传播真理 传播爱 这个东西 你要练习 我们以前在军队的时候 我要练习 你真 要喊得很大声 喊到喉咙破 我在想说 哎呦 那个人好无聊 好在我没有做 现在想 哎呀后悔 我那时候没有练好啊 如果有练好 我就不用拿麦克风啊 佛陀的声音 在远的地方 你都觉得 它在你耳朵旁边讲 而且佛陀的声音 你听一次以后 生生世世忘不掉 所以很容易解脱 各位你要把你的声音 练习到有这样子的功德力 所以为了要练习这些功德力啊 各位千万从今天开始 不要骂人 这张嘴巴 从不要把 不高兴的 给人压力的 不干净的话 从你的嘴巴传播出去 不管别人错到极限 不要讲 给别人机会 佛也是这样说 以慈修口 用慈悲心 来表达 那你生生世世 你会有佛的范音像 所以各位也要用你的嘴巴 多称赞三宝 你要我命头佛啊 唱炉香转啊 参加供修啊 那么你将来的声音 种种都会很好 到嘴巴我顺便讲个故事啊 有一只老虎 老虎王 带着小老虎出去外面 要找食物啊 吃啊 结果有一次 看到一个出家人 哎呀 好端正好慈祥 坐在树下 老虎王本来要吃那个出家人的 结果看到那个出家人 好慈祥 老虎看他 出家人还用很关爱的眼神 看老虎 哎呀 整天这老虎都被个出家人感动 所以老虎王回去以后 就跟种老虎说 以后你们看到出家人 都不准吃 要保护他 其他没关系 结果有一天 老虎王居然把一个出家人吃光光 然后地上死剩下一张嘴巴 然后种老虎就抗议 国王啊 你不是说不要吃吗 这个老虎王说 奇怪 我那天看到这个出家人经过 我过去闻他的味道 他全身都没有佛教的味道 剩下那个嘴巴而已 各位 这什么意思啊 念佛不在嘴 不是念在嘴巴 你要念在心里 念在你的生命 你的整体的生命 拿来练佛 帮助众生离苦 你对这个世间不执着 这叫老实练佛 不然到时候你会被吃的 剩下一张嘴巴 这个叫口头禅 还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法会 大家在练佛 结果一个妈妈带小孩子去 结果小孩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妈妈念到一半 我儿子呢 当然儿子比佛还伟大 他赶快跑起来 到处找啊 一直找啊 找他儿子在哪里 结果有一个老和尚在树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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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妇人啊 为了要找他儿子 根本没有看到老和尚 踢了老和尚一腿 然后赶快跑过去 一继续一直找他儿子 然后老和尚非常的生气 站起来 那个妇人终于找到儿子 哎呀快快乐的牵着儿子 回到那个地方老和尚找到树下 插着腰 问他什么意思 你干嘛踢我一腿 又不停下来 又不说对不起 那个妇人说 和尚啊 我一心找儿子啊 我根本忘了你的存在啊 老和尚啊 你不是一心念佛吗 我听你 你怎么知道啊 所以各位 一心念佛的人 什么他都不是不知道 是什么 他知道得很清楚 但是 那个不重要 你骂我 你涂我口水 擦掉就好了 跟我儿子涂我口水 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有分别心啊 所以 我们修行最高的目标 不变的心态很重要 连动物都有这种活性 有一个老人家 他平常啊 身体不好 但是他喜欢长寿 所以听说放乌龟可以长寿 为什么放乌龟可以长寿 因为乌龟的寿命长 很简单 反作用力啊 今天你希望力气很大 力气很大 如蛮牛 那你就多放牛 你就力气很大 这样知道吗 很简单 制造反作用力 各位 这个不是开玩笑哦 真实的道理 所以你希望得到什么 你就去制造什么 这个叫有漏法 但是这个就是深信英国 所以 这个老人虽然生病 所以他经常买乌龟 去放生 那么有一天 到了八十几岁了 他病得越来越厉害了 小孩子上班 所以他想说 他现在一病啊 可能躺床上的机会更多 刚好换一个房间 要躺的时候 他不敢睡楼上 睡楼下 这样以后要进医院方便 结果楼下的床 太久 没人睡 结果一躺下去 床啊 那么高低脚 会动来动去 那么他睡不着啊 晚上起来啊 就在外面找一个砖头 摸到一个砖头 就把它放在床 那个床垫脚 把它垫着 哦这样可以睡了 他不是找到砖头 他拿了一只乌龟 他都不知道 他把它垫在那个床脚 结果这个老人家 从八十几岁 活到九十四岁 才舍爆 他死了以后啊 他儿子帮他办伤势办完 就把想说 爸爸睡着这个床 旧了把它拆掉 拆掉的时候啊 床下怎么会有东西 把它拿出来 乌龟啊 还活着啊 各位 这只乌龟垫在那边 垫十四年 各位 乌龟慈不慈悲啊 慈悲啊 报恩啊 各位 所以他儿子啊 把这只乌龟啊 养起来 看到乌龟 有如看到爸爸 所以你对众生好 众生都会对你好 这个就是行为反作用力 所以有些人跟我说 师父啊 我好怕老鼠 那你就多放老鼠 你以后看到老鼠 就不会怕 很简单 师父啊 我好怕鬼 那你就多念佛 回向给鬼到众生 读诵地藏经 你会发觉啊 不但不会怕鬼 鬼成为你的护法 这叫得诵鬼神亲 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 我只告诉各位 你对世界怎么样 世界就对你怎么样 你觉得现在 你的世界很悲惨 因为你对世界人 众生的态度 今天各位活在马来西亚 哎呀 树很多啊 空气很好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过去是堂种树啊 让别人风景好啊 所以你就生在这种环境里面 所以了解这种因果 那你就可以改造命运了 再来讲第二个故事 有一个妇人家 先生倒在 又生病又死了 欠了很多钱 连国家官府都在逼他还钱 他不知道怎么办 有一天他觉得 他活不下去了 他就在门关起来 在家里横梁 绑一条绳子 自杀 结果隔一天 隔壁人家想说奇怪 今天他怎么没开门 他天天都开门的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一撞开 哇 他躺在地上 那么脖子还绑一条绳子 好在还没有死 还会呼吸 注意看 绳子断了 为什么 他家里横梁的老鼠 把绳子给咬断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妇人家 别人家养猫 都要抓老鼠 他就不要养猫 以保护老鼠 而且老鼠 他每次都 吃完了东西 都喂老鼠吃 所以他要自杀 老鼠都把绳子咬断 不让他死了 他被救起来以后 他开悟了 连一只老鼠都要他活 连老鼠都要生命 我怎么可以亲生呢 所以生命观改变 欠人家钱 小事慢慢还 生命更重要 所以各位 我们平常所做的 任何一个事情 帮助任何一个生命 那么你都会碰到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再来再讲一个故事 在台湾苗栗 有一位黄春妹菩萨 她女儿很孝顺 喜欢学佛 喜欢送地藏经 然后她妈妈在医院 生病 急诊 很痛苦 那么她女儿知道说 读地藏经才知道说 哎呀 如果去供养 慈戒的法师 受戒律的慈戒的法师 用这个功德回向给她妈妈 希望她妈妈离开病苦 所以她就去找广化老法师 在台湾很慈戒的老和尚 那么那个时候 刚好结下安居 那么老和尚 她跟老和尚说 和尚啊 我妈妈病得很厉害 你能不能让每一个出家人 都接受我的供养 我替我妈妈供养 希望她老人家 减低病苦 广化老法师很慈悲啊 全部的出家人在打坐 都给她请出来啊 施主要供养啊 要求福报啊 大家要慈悲啊 很多出家人很不爱钱 尤其守戒律的 但是佛陀说 人家供养你 你就要接受 你不接受 你不慈悲 为什么 因为佛境而醒 各位将来供佛 或是供养出家人 会得到一种决定报 什么叫决定报 你在供养出家人的时候 你发愿 希望我来世相貌庄严 那就会决定报 你供养出家人的时候 希望我现世 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妻子父母解脱 那就会得到决定报 所以各位将来 你供养出家人 如果你有特别的愿的时候啊 那么你就跟这个师父讲 师父 我希望来世长得很漂亮 师父说 祝福你 那你就惨了 太漂亮了 跟年华圣女一样 你就不能修行了 所以 但是这个就是 共生的好处 顺便知道一下 所以 黄春贝的女儿 供养了全部的出家人 他希望 他的妈妈 离开苦难 老法师很慈悲 你妈妈在医院急诊 结下安居 本来出家人不能出门了 出门就饭解了 老法师说 我们二十几个受供养 我们这个孝女 我们通通下山去好了 去医院看他妈妈 各位 慈悲才是戒律啊 所以二十几个出家人 去帮这一位 肚子已经肿得将近一尺的 得癌症的病人 二十几个去帮他念佛啊 念往生咒啊 开示啊 结果老法师一离开以后 肚子就消下去了 那么他女儿更虔诚了 每天送地藏经啊 他妈妈到了第三天 清醒过来 精神很好 还讨要吃稀饭了 哎呀 老法师的功德力很强啊 他女儿更高兴了 那么他妈妈到了第六天 他女儿就跟他妈说啊 妈 老法师叫你多念佛 你叫念佛啊 往生极乐世界啊 结果他妈妈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啊 那么看到了很多燕青寨主 各位 很重要啊 人要舍抱之前 很多你 你会看到很多你熟视死掉的人 那不是你的亲人 那是你的燕青寨主 会现成那种形象 要来抓你去 所以我们在教大 谁来找你都不要跟他去 所以那个时候 他妈妈看到很多亲人 他女儿说 妈 你绝对不要哦 按照地藏经 你要一直念佛 一直念佛啊 他妈妈 好吧 就更虔诚念佛 女儿很孝顺啊 结果 他妈妈说 到了第七天 哇 我看到阿弥陀佛耶 真的阿弥陀佛耶 那女儿说 妈 你赶快跟他去 你赶快跟着佛陀去 但是他妈说 我去不了耶 为什么 我腿 两只腿有人抓住 右腿是一只黑狗 一只白狗 左腿是一个小孩子抓住他 那个时候 他这个女儿怎么办啊 我妈一方面看到佛 一方面动不了耶 他赶快打电话到佛室 找广化老法师 老法师就问他说 啊 看到这上 那你妈在世的时候 有没有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他女儿才说 哎呀 我知道了 我大哥眼睛不好 我妈妈去问那些江湖医生 他跟他说 杀一只黑狗 杀一只白狗的眼睛来补我 哥哥 然后我妈妈 因为家里穷 生到第十三个的时候 堕胎 各位你看看 杀黑白狗 堕胎 他要往生的时候 他们来抓他 不让他去啊 这就是什么 冤情在主 所以老法师就跟他女儿说 你赶快跟你妈说 叫你妈妈 如果讲不出话 你跟他讲 告诉这些烟熏寨主说 让他往生极乐世界 将来他成就 已经第一个度你们 做女儿的也会 现在赶快放生吃素 回向给你们 请你们放走 他妈妈一直求他一求 他们才放走 他妈妈才往生啊 脸色安详 各位 真实的故事 所以希望各位啊 趁现在很健康啊 好好想一想 你这辈子有什么 杀什么众生想一想 然后啊 赶快忏悔 忏悔受戒 然后做一些实际的动作 再放生 回向给他 这样 没有栽赏 这就是我们 找听闻佛法的好处 那么讲到堕胎 我也顺便要跟各位讲 因为这个堕胎的问题 已经变成世界的流行的问题了 如果各位亲戚朋友 有人堕胎 你绝对没有 我相信 但是你旁边的人有啊 没有关系 等一下我们要走啊 你赶快把几个告诉我们 如果时间不够 你就告诉 告诉龙修法师 三个 他就给你三个法号 然后 我希望将来在马来西亚 也有这个 佛室愿意提供空间 我们现在在台湾 有几间佛室提供空间 我们就帮这些 被堕胎的小孩子 但是没有帮他做超度的小孩子 帮他 立排位 然后我们经常 早课晚课放声 回向给他 因为我们现在要抢的做功德 虽然没有福报开真的孤儿院 先开这个小的无形孤儿院 现在登记超过一万个 客满啊 所以我们学佛以后 我们了解佛法 佛法就是帮助众生的方法 所以大圣佛法的殊胜 就是在这边 但是你一定要有信心 没有问题